俄罗斯仅有一艘陈旧的常规航母,库茨涅佐夫海军上将号,法国有一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,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核航母舰队,而中国想要很多。 上面提到的是航空母舰航行在海上的重达数万吨的浮动机场,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谋求进入航母俱乐部,就在不久前,日本宣布将改造出鱼籍直升机航母,使其将来能够从飞行甲板上,起降F-35B,隐身短锤战斗机。 土耳其也希望跟上步伐,并且购买了西班牙战略投送舰的设计图纸。研发航母的国家数量,由此创下新高。 过去,只有极少数的国家,才能加入航母俱乐部,正如海军领域经常发生的一样,英国人是这方面的领头人,白眼巨人,好航空母舰。 原本应当帮助英国皇家海军,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但是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,白眼巨人号在驿战结束后才建造完毕,1917年开工建造,1918年9月不易,本网驻。 然而,这一构想,却说服了许多军官。美国、日本和法国紧随其后,大规模投资建造这种新型战舰。 1941年12月7日,新构想的威力展现了出来。日本用六艘航母,搭载数百架战机,偷袭了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,迫使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,也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伏笔。 在冷战期间,尽管各国都在进行军备竞赛,但是航母的数量却持续下降。 原因在于,苏联从未建成过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航母编队,苏联实际建造了三艘大型航母,只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一艘于1991年完工。 此前建造的莫斯科级和基普级载机巡洋舰,只能起降短锤起降战机和直升机,不符合西方大型航母标准。 本网著,时至今日,俄罗斯海军也只有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这一艘大型航母。 而这艘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陈旧航母,却恰恰需要进场大修。 借助11艘超级航空母舰,美国时至今日一直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航母舰队。 此外,美国海军还拥有9艘直升机航母,黄蜂级和美国级两栖攻击舰,本网著,他们还能起降AV-8B和F-35B短锤起降战机。 文章认为,但是,有一个国家几乎将要超越上述所有国家,中国。 德国海军专家海因茨迪特尔约普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,中国这些计划背后的考量是,该国三大经济中心都在沿海地区。 因此,保护这些经济区,不受来自海上的潜在威胁,在逻辑上是完全正确的。 约普说,因此组建一支航母舰队是有充分意义的。 韩国、土耳其和日本等较小的国家,也越发重视将航母作为骑海军利益部分。 对约普而言,相较于军事利益,这样的决策更多的涉及声望问题。 约普说,政治家们时常会回忆起克林顿的名言,我们距离热点区域,最近的一艘航母在哪里。 但是,约普说,我认为,这个问题在未来将毫无意义。 美航母福特号问题多,弹射系统频重大失误。 美国新调旗报网站1月30日发表题为起降失败给耗资130亿美元的福特、 号航母分添了麻烦的报道称,据五角大楼的测试部门说,在海上行动期间,美国海军造价最高的军舰,耗资130亿美元的杰拉尔德福特号CVN-78航母,舰载机电磁弹射,和阻拦着舰系统发生了20次故障。 自2017年5月,该航母交付以来,尽管美国海军官员对其不断增强的作战能力表示赞许, 但在超过740次的海上测试中,通用原子能公司制造的电磁弹射系统,出现了以前未披露过的故障。 根据一项成本加成开发合同,美国海军必须出钱修复这些缺陷。 国防部作战测试办公室发布的重要武器年度报告称,新的可靠性问题,令人们更加怀疑,CVN-78,能否达到原计划的舰载机24小时作战出动架次要求。 这一指标是对所有航母的主要衡量标准。 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发言人迈克尔兰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,CVN-78飞行行动中遇到的干扰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,也没有造成飞机或军舰受损。 他还说,有两次任务终止与弹射系统有关。 在这两起事件中,飞行活动短暂终止,并进行了纠正。 除了普特号舰载机起降系统的问题,该舰11部弹药升降机也问题缠身,难以有效将弹药调运到甲板上。 弹药升降机的问题,甚至引起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·英霍夫的关注。 五角大楼作战测试办公室主任罗伯特贝勒,在他对该航母的评估报告中说,福特号很可能无法达到,其出动架次要求,因为不切实际的假设忽视了天气、飞机紧急情况、舰船机动,以及目前航空连队构成对飞行行动的影响。 贝勒完整的报告,将于近日发表。 大概几天后,海军将宣布与亨廷德英哥二司公司,签订第三艘,和第四艘航母的设计和建造合同,价值数十亿美元。 整个福特级航母,计划,耗资580亿美元,这是海军要将其舰船数量,从284艘,扩充至355艘而采取的举措之一。 在向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·沙纳汉,提交这个年度报告时,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中,贝勒强调了普特号存在的问题,称尽管进行了改进,但这艘航母极其关键系统,仍然存在可靠性差和未知的问题。 特朗普曾对取代了就是蒸汽弹射系统的电磁弹射系统表示怀疑。 在2018年感恩节与美国军人通电话时,他说,蒸汽弹射非常可靠,电磁我的意思是,不幸的是,你必须是爱因斯坦,才能使之正常运转。 海军部长理查德斯·潘塞表示,他已经向特朗普解释了新系统相对于蒸汽弹射系统的优势。 他说,我们已经把漏洞消灭了。 据测试办公室的报告说,在747次喷气机弹射作业中,发生了十次重大失误,在763次这件尝试过程中,又发生了十次操作失误。 通用原子能公司女发言人梅根埃尔克,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,根据我们的合同条款和条件,这家总部设在圣叠哥的承包商,不会发表评论,并将所有问题,都转交给了海军。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发言人兰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,迄今为止,700余次弹射和降落是相当大的成就,但这个数字仍旧有限,与可靠近相关的问题,难以通过这些有限的数据获得结论。 美专家,中国造船业进步快,但电子设备仍不足。 美国海事管理网站,发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院战略学教授,首届文职教职工研究优秀奖获得者,海军战争学院校刊编辑委员会委员,哈佛大学费政兴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鲁S.尼克森的题为,中国海军造船,开足马力向前的文章,原恩摘一如下。 近年来,中国一直在快速建造海军舰艇。中国官方媒体形象的,将其称为下饺子,现在,中国造船业的进步,不仅体现在数量上,而且质量上也不断提高。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造船国,它还构建了各种类型的海军舰艇和武器系统的精密模型。 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? 海军战舰是一国海军战略的物理、体现,用来谋求实现前者海上目标的最重要元素。 中国已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国防御分纳入正在进行的,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海军建设计划中,即将组建世界上规模数一数二的海军力量。 中国海军掀起了巨大的,迈向远洋海军的浪潮。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和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实施裁军,淘汰众多旧式战舰,并替换为规模较小,但更加现代化的新型战舰后,中国海军不仅舰艇数量,而且在质量上都得到提升。 随着中国海上战略的发展,中国海军的作战要求,也不断向前推进。 为适应这种主观需求的大幅增长,中国海军自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中国海军尚不具备强大的对陆海打击能力或舰队防空能力,而现在均已具备。 为了满足更高的作战需求,如区域防空和多层点防御,包括执行更多任务加强实力,中国海军的战舰性能已变得更加先进,并在总体规模上,得到大幅提升。 中国海军的大型作战舰艇的性能指标,越来越向美国海军同类战舰靠拢。 在有关中国的造船优势问题上,外界很难获得具体数据。 中国对国防工业的预算编制,和公益效率的数据严格保密,例如海军预算。 这种预算,包括在人民解放军总体的正式预算范围内。 由于缺乏可参考的准确信息,外界只能估算中国的舰船生产开支,特别是涉及与其他国家已知的舰艇建造开支相比较进行假设,因而很难得到精准数字。 尽管如此,更大范围的动向趋势是明显的。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基础设施,其发展得到高层支持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鉴于美国本土商业造船的匮乏,类似支持是美国造船企业无法得到的。 中国的造船工业,获得了在搜集、传播技术方面,无可比拟的组织结构,以及能把这种优势,以工业规模融入到开发,和生产流程之中的巨大动力。 展望未来,一个重要变量,就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,利用自己所熟悉的方法严价值链攀升,把极强的成本竞争力,通过优异质量,融入到更大的进步之中。